Yuk计划推出约会综艺节目,爆出的参加者名单让粉丝都想去报名了。 Yuk在去年算是三大里发展最不如意的,旗下团体回归次数趋至可数。 虽说老杨说今年要让旗下团体频繁回归。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Yuk从去年开始把许多精力都放在了综艺上,像是Mixing。 Yuk刚下档的偶像选秀节目Mixing从一开始收视率就不好。 虽然老杨吸引了一些眼球也在网上引起讨论。 但是节目还是要捧组合的,从收视率来看也是没达到最初的规划的。 而且就算是最终绝缺也无法突破收视记录。 在Mixing之后,Yuk又和JGBC联手制作的善良的活著监狱真人秀来了。 由真正的男人PD打造,有金钟铭,Winner金琴宇。 Yuk模特兼演员全玄冰参加,而这档节目目前收视率和口碑都不错。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Yuk将和Show Me The Money 5。 制作人崔夏镇合作推出约会综艺节目最后的新娘,暂定。 除了旗下歌手演员外,还有一邀请其他公司艺人出演。 而最新传出的消息是将董元、李中硕、南柱鹤等这些Yuk旗下的演员参加。 而除了Yuk旗下演员,还会有其他公司的知名演员参加。 不少粉丝知道消息后都想为了偶像参加。 目前节目内容尚未公开,不过对于Yuk把如此多的精力放在综艺上也让不少粉丝不满。 纷纷抱怨为什么不先安排好旗下偶像的回归事情,再来做这些。 男星抱下药性侵挨女被迫怀孕。 同房照,关键音当曝光。 大陆资深男星赌制国在雍正王朝饰演年耕摇,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 儿子杜春和陈乔恩曾传出绯闻,父子俩知名度极高,但最近却有女子出面指控遭她右肩。 听信她会负责的承诺后没多久发现怀孕,她却人间蒸发。 只表示会做出补偿,气得女方公开两人对话音荡,引发轩然大波。 杨女公开和杜智国在房内的照片,图翻设自微博。 63岁的杜智国在演艺圈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大陆全明星探报道,一名45岁的杨姓女子爆料。 2017年和她在一家饺子馆认识,当场就留下联络方式。 喝了她倒的红酒就失去意识,隔天惊醒发现自己一关不正。 指控遭到右肩,但她强调会负起责任。 没想到杨女发现怀孕后,她却消失拒绝联络。 杨女公开对话音荡,图翻设自微博。 因为发现罹患假装腺癌,杨女只得做流产手术。 并公布洋人对话录音集合杜智国在房内的照片。 因党中的男子位置就是杜智国,还说出,我太不负责任了,我喜欢一个人也太太妈情帅了。 她表示自己只想过个平静的生活,试图求和,男方却说,我早就跟奶说过给不了你。 我只能给你情感,我给不了你家,这个情感跟家是两回事。 杜智国,图翻设自微博。 对于男子的绝情,杨女收累俱下,但被指示杜智国的男子反而认为是她的错。 还大言不惨地说,有家庭不一定有情感,有情感不一定是一个家庭。 这是中国的现状。 直言自己离,离婚,不起,更要她别再用讯息聊此事,会请朋友好好处理后续。 杜智国的儿子杜纯,图翻设自微博。 这段音档曝光后,引发轩然大波,但杜智国澄清当天使自己被下药。 整起事件是先人跳,已经报警处理,且挖哭羊女过去几乎都是以被迫怀孕为由。 有多次敲诈勒勒索前科,曾被判刑四年,双方说辞不一,让此事陷入交注。 杜纯则说这是家人私事,不便多作回应。 杜智国澄清是被先人跳,姚女也公开怀孕诊断书自清。 图翻设自微博。